第414章 白衣女像 听到三苦道长语气波澜不惊地说完 在场中人一阵寂静 兄弟 咱们喝一杯 那老胖子端起酒杯朝着三苦道长一举 随后一口闷了又大叫着让上酒 那又怎样 那黄衣男子冷笑道 就算你现在这三具宝尸是你师弟师妹 难道你以前就没练过活人 没有 三苦道长将杯中酒饮尽后 硬邦邦地说道 黄衣男子脸色一沉 就算你这奇葩没有 那又怎样 试问在场的谁没练过 本人也没有 我淡淡地接了一句 黄衣男子噎了一下 脸色越发阴沉 怒急而笑 你俩是合伙来捣乱的吧 禁忌就是禁忌 规矩就是规矩 丝毫不能差 怎么说是捣乱 三苦道长问 你到底是装傻 还是故意的 黄衣男子大怒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管什么师妹的破规矩 咱们练师术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个屁的禁忌 师妹铁律 不守禁忌者 死 三苦道长一板一眼地道 我他妈的 让你先死 黄衣男子暴怒 随着他一声立合 身后一道黑影 刷得闪射而出 向着三苦道长直扑而去 这黄衣男子带了两具宝尸 这突然闪出的 就是其中一具 虽说这两具宝尸 都是身材高大 体格健硕的男尸 速度却是奇快 迅捷无比 转瞬间就已经扑到 三苦道长面前 后者手指一影 就见身影晃动 他身旁的第三具 喜神鬼魅般闪身而出 只渔下黑色裹尸布 缓缓飘落 那在千军一发之际出击的 正是三苦道长的那位二师弟 只听砰的一声 两具宝尸直直地撞在一起 震得空气嗡嗡作响 双方各自退了一步 又立即直冲而上 双方瞬间搏杀在一起 黄衣男子那具宝尸 是那种横打猛冲的路子 来势汹汹 而那二师弟身形瘦削 个头要比对方矮了不少 然而双方都是正面相扛 以利破利 只是片刻功夫 那黄衣男子的宝尸就已经处于下风 辛苦失地了 三苦道长另取过一个杯子 倒上一杯酒 去 黄衣男子眼见局面不利 又是大喝一声 他的另外一具宝尸 立时闪身而出 辛苦师妹了 三苦道长不紧不慢地 又拿过一个杯子 倒了杯酒 黑色果实不飘动 有一道身影从他身后掠出 极弱旋风 那是具很年轻的女尸 正是三喜神中的师妹 双方顿时又成了二对二的局面 别看三苦道长性子低调 沉默寡言 他的喜神 那可是一点都不低调 师兄妹联手禁机 转眼就把对方破得节节败退 我扫了一眼四周 见众人都在饶有兴致地看着双方拼斗 大概在这些人看来 双方只不过是在斗师而已 就跟斗鸡斗区区 也没有任何分别 那咱也来凑个热闹 眼看那黄衣男子急得额头冒汗 他身旁的光头 突然黑地笑了一声 只见身影一闪 他身后的一具宝尸 立即闪身而出 急扑了过来 小师弟 三苦道长淡淡道 你年纪小不能喝酒 就不给你倒了 黑色果实布飘动中 一道矮小的身影 急闪而出 迎上了光头的宝尸 只听砰的一声响 光头的宝尸落地纹丝不动 三苦道长的小师弟 却是被震得 向后翻了个跟踪 光头黑地笑了一声 他的宝尸立即连环进击 纵身一跃而起 双足朝着小师弟凶猛的踏下 刷的一下 一道矮小的身影 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呼地从对方身下穿过 诡异地绕到他身后 两只小手一盒 抱住了对方的脖梗 却 光头吃了一惊 急声喝道 他剩下的另一具宝尸 立石扑出 双臂一盒 朝着那小师弟 当头砸下 只见矮小的身影一闪 那小师弟 在肩布容发之际 冲天起 两具宝尸 一个在下守株带兔 一个却是纵身而起 上下夹击 宝子 你也去玩玩 我手指轻敲了一下桌面 杨天宝刷的冲出 直奔那手在下方的宝尸而去 只听砰的一声 那宝尸被他撞个正着 双方都被震得 各自往后退了退 杨天宝身形微微一顿 立即又直冲了上去 头顶上那小师弟 在空中翻了的跟斗 也迎上了 那具纵身跳上来的宝尸 煞时间 这边又是二对二杠上了 那小师弟身形灵活 如同一只猴似的 经常能做出许多角度 及其刁钻的动作 这也足以看出 那三苦道长调教的高明之处 反观杨天宝 基本上就是横冲直撞的路数 没太多技巧性的东西 胜在劲道大 速度快 这两个小孩子联手 很快就把光头那两具宝尸 给折腾得没了脾气 听我号令 眼见局面越发不利 那光头和黄衣男子 都是气急败坏 已经开始亲自出手操控 毕竟在这炼师大会中 强者为尊 虽说只是斗师 但真要落败的话 不仅颜面无存 在大会里的地位 也势必会遭受极大削弱 我靠在一背上静静看着 琢磨着 是不是抽空地调教一下 杨天宝技巧性方面的东西 就在这时 只见那小师弟 纵身登上一具宝尸的肩膀 双手一环 绕住对方的脖梗 杨天宝恰在此时冲道 直直地撞入对方怀中 只听轰的一声 那具宝尸 顿时被撞翻在地 妈的 光头脸色猙獰 猛地大叫了一声 师奴 去 他所谓的师奴 自然说的是 那位被他炼制成宝石的 白衣女像姜硬霞 这是急眼了 连这具刚炼的宝石 都要拉出来 只是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在那光头的号令之下 那白衣女像 却是纹丝不动 听我号令 去 光头手指掐绝 节奏施法 再次发令 然而 那白衣女像 却是依旧毫无动静 这一下子 就引起了在场众人的好奇 按照诚如姐妹俩所言 他俩跟他们师父失散 应该也就没几天 这就意味着 这位白衣女像 被光头炼成宝石的时间 最多也就只有几天 哪怕是养鸡养鸭 那都是需要时间的 更不要说是养师了 对于养师来说 养个十年 都只能算是入门 这光头能在短短几天之内 将这白衣女像炼师 已经算是不小的能耐 但毕竟时间太短 其实没什么太大用处 根本比不上 他精心培养的 那两具宝石 可哪怕如此 也不至于说连发的号令 自己的宝石 都没有任何动静 尤其是像光头这种 级别的炼师术士 更是不可能出现 这种情况才对 第415章 师妹 给我起 在众物魁魁之下 那光头再次节奏师法 发出号令 可诡异的是 那白衣女像 却是依旧纹丝不动 他骂的 那光头顿时恼羞成怒 呼的一巴掌 拍在那女像的肩膀上 你个师奴 还不给老子跪下 一句话还没说完 那女像却是呼地动了 白衣晃动 她的左掌挥出 五指成爪 没等那光头 来得及有任何反应 她的手就已经抓落 五根手指 瞬间洞穿了 那光头正亮的脑门 啊 光头一阵惨叫 浑身剧烈地颤抖 脑门上五根手指 插落的地方 痴痴地冒出白烟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在场所有人 都大吃了一惊 饶 饶命 光头哀声求饶 那白衣女像的眼珠子 微微转动了一下 目光冰冷 声音更是冷到了极点 师奴 你 你没死 你 你为什么没 光头惊骇欲绝 只见两道黑影急冲而至 正是她的两具宝尸 前来护主 只是刚刚扑到 那白衣女像 右手截了个指掘 疏忽朝着两具宝尸一指 那两具宝尸 顿时身躯一阵 猛地向后栽倒 与此同时 那光头也在哀嚎声中 逐渐没有了声音 那白衣女像 默然地收回手掌 那光头的尸体 却是咕咚一声 如同烂泥一般 瘫倒在地 伟师 你怎么做到的 那位居士吃惊地问道 我也很是意外 没想到这诚如姐妹俩的师父 虽然号称是白衣女像 然而背地里却是个练尸术士 而且是极厉害的那种 所谓的伪尸 顾名思义 也就是指 伪装成尸体的一种秘法 正常来说 想要假死骗骗一般人 其实还是不难的 只要是学过点法术的 大多数都能做到 可要想骗过眼力过人的行家 那可就难了 至于说 想要骗过练尸术士 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毕竟练尸术士就是专门玩这一套的 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伪装成尸体 那不是扳门弄斧 自讨苦吃吗 然而在练尸术中 却有一种法门 可以将自己伪装成因尸 哪怕是连眼力最为老辣的练尸术士 也无法分辨 这就是伪尸术 只不过这伪尸术 并非是一门秘法 而是本身练尸术的造诣 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才能用出来的 这也就是意味着 一个会伪尸术的人 就绝对是练尸术士中的顶尖高手 以对方在练尸术上的恐怖造诣 哪怕不是出其不意 要杀那光头 也是跟杀鸡没什么区别 只是让人不解的是 这女人为什么要用伪尸术 假装被那光头给练成了尸奴 只是在那畏居士的质问之下 那江应霞却是根本没有理会 缓缓地转过了头 你 你 别过来 我 我跟他没关系 那黄衣男子被吓得脸色煞白 急忙跟那光头撇清关系 不过江应霞冰冷的目光 并未在他身上停留 白衣晃动 一步从他身旁走过 垂落的左掌鲜血淋漓 烟红的血珠滴滴答答地落到地面 这一副杀神的模样 实在是跟诚如姐妹俩 口中温柔和蔼的师傅 以及郑施诚和齐赫年口中 正直热心的侠姐搭不上边 我正寻思着 忽然发觉有些不对 这女人怎么笨着 我就来了 玉面小郎君 江应霞冷冷地问 那看过来的目光 比看那光头还要冷 就跟在看一个死人一样 听到他这一声玉面小郎君 我突然间灵光一闪 冒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念头 不是这要巧吧 当时在鸡鸣寺 黑山舞龟里那个狗鼻子狠灵的老四 用了剑像鼻烟糊式的法器 喷出烟 窥探了成如的魂魄 看出成如被人玷污过 这也是成如 为什么心灰意冷 会魂不守舍的缘故 再加上这姐妹俩 都对玉字极为反感 那么很有可能当初玷污成如之人 就跟这玉字有点关联 偏偏他俩这师父姜应霞 上来什么都不问 只问玉面小郎君 那这答案不是呼之欲出了吗 十有八九 这玷污了成如的小黄毛 就是那狗东西 这姜应霞之所以用伪师术 假装被那光头拿下 炼成师奴 只怕是要借机 来这炼师大会 宰了那玷污他徒弟的玩意儿 这一番操作属实离谱 如果是正常人 应该是拿住那光头 逼他交代炼师大会的地点才对 可这姜应霞 明显就不是什么正常人 我要说我是假的 你会信吗 我有些尴尬地笑了一声问 那就先废了你的第三条腿 再把你扒皮抽筋 姜应霞声音冷若冰霜 脚步却是不停 不徐不及 步步进逼 听他这么一说 几乎就等于 坐实了我之前的猜测 他那徒弟 真的是被玉面小郎君给霍霍的 只不过这会儿 我就算想解释 也是无济于事 这是炼师大会 这么多前辈高人在场 你当是你家厕所吗 你想撒泼就撒泼 你想杀人就杀人 我当即一拍桌子 贺骂道 话音刚落 就听到魏居士沉声贺道 姜大师 有话好好说 只不过那姜应霞 对此根本无动于衷 充耳不闻 依旧步步朝我破镜 真是目中无人 魏居士冷哼一声 煞时间 一股浓重的血腥气涌出 他身后的血尸呼的一闪 瞬间就出现姜应霞面前 姜应霞虽然身材高挑 但毕竟是女子 站在那高大的血尸面前 整整矮了一个头 随着那怪异的喘息声 恐怖的血气弥漫了开来 就连在场其他的宝尸 都有些躁动不安起来 师妹 多年不见 你这性子 倒是又变了不少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突然一个浑厚的声音淡淡说道 这说话之人 正是那位之前 一直冷眼旁观 没有作声的施主 听到对方喊出师妹 所有人都是大吃了一惊 其中也包括了姜应霞 这一声师妹 终于让她冷漠的表情 有了些许变化 转过身盯着那施主 看了片刻 皱眉道 师兄 这些年不见 你怎么变得藏头鹿尾了 第416章 涅图 我听他们又是师兄 又是师妹的 只觉得有些离谱 要不是在这里亲眼看到 只怕就算是成如和宋哥 那师姐妹俩 也绝不会想到 他俩的师父表面上 是个女相师 实际上 则是个顶尖的练师术士 师妹 这些年来 你去做了那什么白衣女相 也不跟师兄联系 可真叫师兄伤心了 那师主叹了一口气道 师兄这些年音讯全无的 我还以为师兄已经死了呢 江应霞冷冷地道 这二人虽然口称师兄师妹 好似十分亲热 实则阴阳怪气 针锋相对 似乎二人之间 有极大的矛盾 那师主呵呵一笑 师妹要是想来参加练师大会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又何必如此这般 我对你们这什么大会没兴趣 江应霞说吧 又转头 朝我看了过来 目光中尽是冰冷的杀气 谁要是敢阻拦 别怪我手下无情 师妹 你究竟为何要杀他 那师主问道 话音刚落 就听那黄一男子插嘴叫道 我知道了 江大师说 要废了那小子的第三条腿 肯定是因为那小子的癖好 什么癖好 那老胖子疑惑地问 别说是他了 我也有些好奇 各位前辈可能不太清楚 这小子号称玉面小郎郡 大家听名字就知道 这小子猖狂得很 黄一男子冷笑道 不过这小子有一样 倒是名气挺大的 那就是喜欢玩弄年轻姑娘 玩好之后 就被练成活尸丢在深山老林里 此言一出 我只觉一道道 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到了我身上 眼神中充满了鄙夷 真是晦气 我心里暗骂 就听那黄一男子又接着道 将大师要宰了那小子 肯定是要为民除害 不得欺辱妇女 那是咱们练师术师的铁律 应该杀无赦 这黄一男刚才对什么师门铁律 嗤之以鼻 现在倒是义正言辞 原来如此 那师主微微汗手 又说道 师妹 能否打个商量 让你这师侄将功赎罪 师侄 江应霞眉头一皱 就听那师主冲我沉声喝道 孽徒 还不认错 话音刚落 众人的目光 惊疑不定的目光 再次齐刷刷地落到了我身上 我一时间也是有些麻 忽得想到 那玉面小郎君曾经说过 他师父曾经参加过 十数次练师大会 他这次之所以能参加 是沾了他师父的光 只是没想到 这小子还藏了一手 原来他师父就是这一届的师主 别人不知道 我这玉面小郎君是假的 但作为师父 难道连自己徒弟都认不出来 然而 这位师主 却是从一开始就不动声色 直到现在还假戏真做 故意把我认成徒弟 这又是想干什么 是 都是我的错 我玉面小郎君 实在罪该万死 活该堕碎了喂狗 我干脆顺势认了下来 一脸沉痛的认栽 师妹 你也听到了 年轻人嘛 总有犯错的时候 咱们也得给他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师主呵呵笑道 那就堕碎了再说 江应霞却是丝毫不领情 师妹 师主把他叫住 这样如何 你给师兄一个面子 等这场练师大会结束之后 为兄振涅徒随你处置 江应霞冷着脸 没有作声 要是师妹非要一意孤行 搅和了这场练师大会 就算师兄不计较 在场的众位朋友 也不会答应 师主语气虽然淡淡的 却已经有了明显的威胁之意 那就听师兄的 江应霞沉默片刻 转身坐到了 原本属于那光头的位置上 我见那黄衣男子 坐在江应霞边上 如临大敌 坐立不安地 当即冲他阴森森地笑了一笑 你刚才说什么 铁绿来着 那黄衣男子 顿时脸色一白 偷看了一眼 坐在手座的师主 善善地道 没 没什么铁绿 我冷笑一声 也不管其他人的目光 懒洋洋地往蚁背上一靠 这次大家远道而来 想必都是想看看龙凤城祥 阴阳双形是个怎么回事 只听那师主 呵呵笑着朗声说道 众人闻言 都是精神一阵 我也是心中暗动 终于到正题了 快快快 早就等不及了 老胖子叫着催促道 师主微微汗手 笑道 稍安勿躁 下一刻 就听到一阵有些沉重的脚步声 从洞窟外传来 很快就看到四具阴师 抬着一口漆黑的棺材进来 从脚步声听来 这口棺材十分沉重 看着应该是一口铁棺 而且相比普通的棺材 眼前这口铁棺要大上许多 就算里面躺上两个人 都绰绰有余 那四具阴师台棺进来后 却没有将铁棺瓶放在地上 而是树立了起来 成了一口树棺 一时间 在场众人的注意力 纷纷被那口漆黑的铁棺 给吸引了过去 这口铁棺虽然高大 但制作却是非常精细 上面雕刻了一笼一缝 相互纠缠 栩栩如生 从这口棺材的制式上来看 是一口龙凤棺 像这样的棺材不多见 通常是用来男女合葬的 而且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 才用到 不过用的一般不会是铁棺 也不会是用的黑色 如果这被封在棺中的 真是那陈家姐弟俩 那也只能替这俩豆芽菜莫哀了 我之前跟邵子龙学过 怎么分辨寝神香的香气 只不过从这铁棺抬进来之后 也并没有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 这就是龙凤城祥 阴阳双形 位居士目光炯炯地打量着铁棺 不知道这棺中 究竟是怎样的宝石 在场众人无不期待 那就开棺吧 来两个人 施主笑了笑说道 那头发 扎成老鼠尾巴的干瘦老头 立即自觉地上前 不过这样一来 就还少了一人 我来 我来 那黄衣男子赶紧起身 这二人一起来到棺前 这铁棺并没有下封棺钉 二人稍一用力 就听轰隆一声 棺盖 就被移开了一条缝隙 煞时间 一股奇异的香气 就弥漫了开来 第417章 诗香美人 那香气极为特别 以前从未闻过 但我仔细辨别了一下 却跟邵子龙说得完全不一样 不管是请神香 还是请人香 亦或是请鬼香 统统对不上 这 这是美人诗香 那位一直低垂着眼皮 如同睡着般的李老 霍地睁开了双眼 惊声喝道 美人诗香 在场众人顿时一片哗然 我也是大感意外 所谓的美人诗香 大概只要是练诗术士 都会有所耳闻 但真正闻到过的 只怕是寥寥无几 其实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 尸体没有尸臭 都已经了不起了 又哪来的诗香 认为所谓的美人诗香 不过就是有些 无聊之人杜撰的而已 就跟美女香汉一样 只要是美女的 什么都是香的 可实际上 美人诗香是真的存在的 这里的美人 并非单止美女 男女皆可 而且也并非就一定是 长得非常漂亮 因为在练诗术士眼中 尸体根本没有所谓的 容貌美丑之分 他们只在意 这尸体能否练出 厉害的宝诗 就像是未居士的血尸 以及那位李老的飞尸 那样貌更美 那是丝毫不沾边 但在练诗术士眼中 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美人 是举世无双的大宝贝 而能够散发出诗香的 一般都是十分罕见的 极品诗胚 所谓的诗胚 也就是 还没有被练成宝诗的尸体 类似于胚料 天底下练诗的法门 千奇百怪 但是想要练出厉害的宝诗 只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 那就是 依靠练诗术士本身的能耐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只要这练诗术士本领足够大 哪怕是最普通的诗胚 到了他手里 也能给练出最强的宝诗来 这一条路 显然是王道 也是大多数练诗术士 在走的路 第二个途径 那就是 去一些古墓 或者深山中 寻找埋藏的古诗 将其收服 再加以炼制 这是一条捷径 如果能够收服 一具珍贵罕见的古诗 那就可以一步登天 那位位居士 就是最好的例子 只不过嘛 但凡是捷径 就必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想要找到 并且收服古诗 何其艰难 就像那位居士 之所以能收服一头解尸 那可不完全是因为 他运气好 他本身也必然也要 具备相匹配的实力 要不然 哪怕是走了狗屎运 侥幸让你挖出了血尸 也不过是 落个被血尸撕成碎片的 下场而已 至于第三个途径 那就是寻找好的尸胚 这个路子 是最安全的 也是几乎所有练尸术士 在练尸之前 都要考虑的 天底下任何东西 都要讲究个 先天禀赋的问题 就说活然好了 在相同条件下 天才肯定比庸才要强得多 哪怕是打铁 一块好的铁胚 天生就占有极大的优势 一名顶尖的练尸术士 虽然也能将普通的尸胚 练成厉害的宝尸 但如果这尸胚的 丙赋本身就好 那又会让这过程 变得容易许多 并且更上层楼 不过一般的尸胚 虽有丙赋的好坏 但差距并不会太大 然而 其中也有一些 罕见的极品尸胚 那就是所有练尸术士 梦寐以求的宝贝了 而这些极品尸胚 其中有一部分 就会产生尸香 这铁关中 飘出美人尸香 那就意味着 被封在这铁关中的 必然是一种 罕见的极品尸胚 李老果然见多识广 那您老幼能不能闻出 这是哪一种尸香 众人震惊之余 只听那尸主微笑问道 尸香种类繁多 我也只是有幸闻过一次 分辨不出 李老墓中金光闪烁 死死地盯着那口铁关 继续开关 尸主却也没解释 下令道 那黄衣男子 和那甘兽老头 立即使尽 轰隆一声 将棺盖挪开 只见那关中白烟缭绕 隐约只见一抹红影 那香气却是越发浓郁 我本来想着 可能会见到 陈家那对姐弟俩 冷冰冰地躺在里面 可这时却发现不对 随着那白色烟气散开 就露出了关中的真容 只见那口树立的 漆黑铁关中 躺着一个身穿 大红长裙的年轻女子 这红裙是那种 很古典的样式 材料用的应该是绸缎 双手叠放在胸口 长发披肩 五官精巧 一张瓜子脸苍白如纸 然而 她的一双信念 却是争得圆溜溜的 我不免有些错愕 这被封在铁关里的 居然不是陈家那对姐弟 而是个陌生的年轻美女 而且尤其意外的是 这关中的女子 并不是一句诗呸 而是个活人 这 这是活人 在场众人 也是大吃了一惊 不错 施主汗手笑道 活人怎么会有诗香呢 李老惊恶地问 这不可能啊 施主微微一笑 看了江映霞一眼 这法子说穿了 也不值一提 我师妹最是擅长 伟师 位居士恍然大悟 原来是伟师术 那就难怪了 那就难怪了 李老纣没到 我听几人对话 也大概明白了过来 显然这江映霞师兄妹俩 都十分擅长伟师术 那是一种练师术 到了一定境界之后的技巧 既然连自身 都能变成尸体 在行家面前 不入任何破绽 自然也有办法做到 在人还活着的情况下 激发出尸香 从那观中 女子的状况来看 除了那一双眼睛之外 其他部位看上去 跟一句师胚 也没有太大区别 真正的美人诗香啊 简直是一件艺术品 李老目光痴迷地 盯着观中的女子 不仅仅是她 在场众人 无不被其深深吸引 我同样紧盯着 那观中女子不放 心头却是在飞快转念 既然这观中 不是陈家姐弟俩 那是我想错了 只不过铁关上 雕龙画凤的 勉强跟龙凤城祥 还有点关系 但是跟那阴阳双形 却是八杆子打不着 正寻思着 就听那施主笑道 诸位或许在想 这观中的小姑娘 跟龙凤城祥 阴阳双形又有什么关联 是啊 众人都是有些疑惑不解 那施主呵呵一笑 说道 这小姑娘姓孔 是孔家的掌上明珠 第418章 红鸾天喜 这突如其来地 听到孔家两个字 让我心头一震 不由地多看了 那观中女子极眼 在长白山这个地界 提到孔家 自然指的是 有风水 天字第一号之称的 那个孔氏家族 这是孔家的女娲 位居是眉头大皱 其他人也是面露恶然之色 不错 那施主的语气 却是波澜不惊 笑道 这孔家乱七八糟 不过生的女儿倒是不错 居然得了个天喜贵女 这是天喜贵女 李老大吃了一惊 豁然双目圆争 金光爆射 在场众人更是一片惊骇 这真是天喜贵女 那位居士难以置信地问 老夫也没亲眼见过天喜贵女 李老微微摇头 一双眼睛 却是死死地盯着关中女子 不过 吉诗录又记载 天喜贵女 诗香弥漫 闻之微醺 如同酒醉 还真叹娘得 有点醺醺然 那老胖子抽动鼻子 猛吸了一口 杂漠片刻 拍桌子叫道 其他人也纷纷跟着戏文诗香 我分辨了一下 这弥漫的诗香 的确像那李老所说 闻之有微醺之意 好似酒醉 所谓的天喜贵女 就是吉诗录 上记载的一种极品诗胚 除了天喜贵女之外 还记载了其他各种罕见诗胚 诸如天蚁贵人 三奇贵人 岳德贵人 十恶大败 陆神 奎刚贵人等等 如果是一般人 可能会看得一头雾水 但如果是精通命理像术之人 却会觉得十分眼熟 因为当年撰写 吉诗录的那位练师术士 本身还是一位十分厉害的香师 他耗费了大半辈子的心血 查阅各种古籍 最终编撰成书 由于这位老前辈 本身是香师出身 于是在给那些师胚命名的时候 就采用了命理书中的命理神煞 其中像天蚁贵人 三奇贵人 岳德贵人等等 都算是比较常见的神煞 而天喜贵人 则出现得少之又少 甚至很少有人提起 这也就意味着 哪怕是在极品师胚中 天喜贵人 也是极为罕见的存在 所谓天喜 对应的其实就是红鸾天喜 红鸾 原本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红色仙鸟 又是星象术饰演中的集星 主人间婚姻喜事 所以 红鸾星属阴水 主婚姻 而天喜星 则属阳水 主圆定 喜庆 以及生育 从星象上来看 两者属黄道二世宫 永远相对 彼此牵引 更古难分 当年那位老前辈 精通星象命理 既然将这种师胚 以天喜贵人命名 必然是有其原因 只不过 这个在书中并未具体解释 后人也只能自行猜测理解 我呼得想到了 雅婆婆交代我的事情 也就是要把一个信孔的小姑娘 练成红衣凶煞 其实对于这件事 我一直难以理解 因为想要练成红衣凶煞 实在是千难万难 甚至可以说 几乎不可能 但如果这小姑娘 是天喜贵人的话 那就又不太一样了 这就好比一个人 天赋一般的普通人 想要达成某种至高成就 哪怕是付出绝对的努力 终其一生 也未必能达到 可天才又不一样 如果是绝对的天才 加上绝对的努力 再加上名师指导 再加上机缘加身 天时地利人和 全都凑到一块 的确是有可能做到的 虽说这样的概率还是极低 但终归是有了可能性 而且天喜贵人 本来就主红鸾 难怪是要练成红衣 虽然到现在 还是不太清楚 雅婆婆的想法 但从目前看来 那关中的孔家闺女 有很大 可能就是我要找的人 这说起来 倒也真是无心插流 原本我来参加练师大会 是奔着陈家姐弟 以及那背后的灵官来的 却不想在这里 没见着陈家姐弟 反而误打误撞 找到了另外一个目标 正寻思间 只听那施主语气 轻松地笑道 各位可知道 本座是如何 捡到这么一块宝的 我听得有些疑惑 这关中女子 既然是孔家的掌上明珠 要是一般人将其掳走 藏着掖着还来不及 可这施主却是毫不在意 甚至有意地 让在场众知道 那肯定是施主大人 气韵非凡 其他人默不作声 那黄衣男子 却是大拍马屁 什么气韵不气韵 那都是狗屁 施主倾笑一声 本座为了得到这个宝贝 足足盯了孔家有二十年 啊 黄衣男子愣住 在场的其他人 也是大惑不解 我冷眼旁观 只见那施主扫视了一眼众人 微微笑道 当年本座无意中路过辞城 倒是发现了 孔家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各位可知是什么事 这孔家能说得上有趣的事 估计也就是 他们家生女娃特别厉害 那老胖子笑着接了一句 这句话 逗得其他人 也微微露出一丝笑意 不错 谁料那施主却是点了点头 就是这件事 各位可觉得是有蹊跷 十胎九女 这孔家是捅了女儿窝吗 那卫居士笑道 蹊跷自然是有蹊跷 只不过这种事 看在孔家的面上 也没人会去细究而已 居士说得不错 施主黑了一声 这孔家的事 其他人不愿管 本座却是非得管上一管 我听得心中微动 对方言语之间 似乎是在刻意强调了 孔家的事 这一点 想必其他人也已经听了出来 众人神色各异 在场的各位 应该都知道喜女吧 只听那施主突然说道 孔家在喜女 位居士眉头大皱 不过很快就摇了摇头 这不对啊 所谓的喜女 可不是指的洗澡 而是一种十分残忍的风水邪术 也是民间一种禁忌之术 古时在建造坟墓之前 都会请风水先生过来 先丈量一圈土地 如果这块地的风水特殊 利于家族女性 而对家族男性有害 那么风水先生可能会问家主 要不要保男不保女 进行喜女 保家族平安兴旺 喜女说来也不复杂 就是投胎 如果是女胎 就要杀掉 如果是男胎 就保留 如此经历久待 则可保家族香火永续 兴旺发达 第419章 喜女 在早年间 喜女之术在民间流传颇广 不过这样残忍的风水邪术 哪怕是在风水界 也被视为禁忌 大多数人对此嗤之以鼻 于是到了近些年 这喜女之术 几乎已经是绝技 不过嘛 这喜女的家族 往往男丁极为兴旺 可这孔家却是相反 十胎九女的 都快成女儿国了 反倒是男胎少得可怜 又怎么可能是喜女 喜女自然是不可能 只听那施主笑道 那会不会是喜男 在场众人都是恶然 按照道理来说 能喜女 自然也能喜男 只要反过来就行 可自古以来 从来就只有喜女这门写法 但从未有喜男之说 那是因为几乎没什么家族 会因为要保女而杀男 这孔家喜男干什么 难道是失心疯了 未居是不解地问 施主笑道 当年本作也是这么想的 这孔家难道是发疯了不成 于是好奇之下 本作就在辞城隐居了下来 日日留意着孔家的动静 他这一句话 又是让在场众人 有些面面相去 要说对方留在辞城二十年 就只是为了满足一点好奇心 那恐怕是鬼都不信 本作这么一留意 还真发现了一些端倪 那施主呵呵笑了笑 突然语气一沉 那孔家的确在杀男婴 洞窟内围之一境 杀长房男胎 未居是皱眉问 那施主却是微微一笑 要是只杀长房男胎 如何做到十胎九女 施主大人说得对 那孔家想要看出 怀胎是男士女 简单得很 只要提前留掉就行 黄衣男子附和道 谁知他这马屁 又拍到了马蹄上 那施主却是冷冷地 看了他一眼 正当那黄衣男子 脸色发白 茫然不解的时候 就听那老胖子 嘖了一声道 你这人脑子里 都是江湖吗 为什么喜女之术 要把长房投胎 生出来再杀掉 难道他们就看不出 肚子里的是男士女吗 自古以来 有本事的大夫 一眼就能看出 怀的是男士女 而喜女之术 却是非要生下孩子 再杀掉不可 本身就是这门 邪门风水术的关键部分 如果按照那施主所说 孔家这喜男 可就不仅仅是 杀掉长房投胎 那么简单了 否则哪来的十胎九女 只不过 这也实在太过荒诞离谱 让人难以理解 当本作发现 孔家是在喜男后 就更加有兴趣了 那施主呵呵笑道 语气颇为愉悦 本作就是想看看 这孔家到底是在闹哪样 我听他这么一说 忽然觉得 这人怕不是跟孔家 有什么私人恩怨 那孔家难听寥寥 女儿倒是越生越多 在磁城内外养了一大窝 施主笑道 本作认定 这玄机应该就在 孔家这些女儿身上 孔家既然不惜付出 如此大的代价 那么这个玄机 必然是非同小可 本作耐着性子暗中观察 终于让本作发现了端倪 就是这天喜贵人 李老陈声问 我发现 这老头的一双眼睛 跟老鹰似的 一直都死死地 盯在那关中女子身上 一刻也没有烧力 不错 施主点头道 这孔家喜去难盯 生了那么多女儿 就是在养这么一个天喜贵女 此言一出 就听到空气中 传来一阵吸气声 天喜贵女是所罕见 只不过 李老眉头紧皱 只不过对于咱们来说 的确是无价之宝 但孔家 值得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吗 这位李老的疑惑 估计也是在场 所有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孔家是正经的风水大族 又不是什么炼师家族 也不擅长炼鬼 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韦 耗费如此巨大的代价 养出一个天喜贵人来干什么 的确是说不过去 那施主汗手道 所以本座认为 这孔家八成是在暗中 图谋一桩大事 什么大事 未居是皱眉问 这孔家形势极其隐秘 本座虽然暗中观察了多年 却还是摸不着头脑 施主冷笑一声 不过连自家的子孙都能屠杀 那所谋之事 必然是惊世骇俗 众人都是一阵沉默 只听那施主又道 本座想要查探其中的隐秘 于是暗中接近了 这个叫孔灵的小姑娘 心说这姑娘原来是叫孔灵 这小姑娘天赋异禀 聪慧过人 倒是让本座十分喜爱 于是在小姑娘的苦苦要求之下 本座就收了她为徒 施主微微一叹 我听的人都骂了 看其他人震惊的模样 估计心里也是在骂娘 这孔灵被对方封在铁关之中 摆明了是要拿她来练尸 结果又突然说出 对方是自己的小徒弟 这真是 谁姓 诸位可能以为本座在说鬼话 施主扫了一眼众人道 灵儿 要是为师说得不错 你眨眨眼睛 就见那观中的孔灵 眼神忽闪 果然眨了一下眼睛 不过在场众人都是默然不语 因为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在场随便一个人 都有不少手段能做到这一点 那施主却是笑道 各位是不是以为 本座要将小徒弟练成宝师 众人再次沉默 在场的哪个不是这么想的 徒儿 你也是这么想的 那施主呼地找上了我 你也觉得 为师是要练掉你的小师妹 这一口一个为师的 听得我知隔应 真要是被我师父听到了 估计能把这老小子的脑袋给拧了 小姑娘挺可爱的 练了实在有点可惜 我择了一声 施主沉默片刻 突然笑了一声 沉声道 灵儿是本座最宠爱的小徒弟 以后还要传本座一波的 那不知师兄把这小姑娘抬出来 又是何意 这时 那一直没有作声的江应侠 突然冷冰冰地问了一句 师妹今天来得正好 正好助威兄一臂之列 施主朗声笑道 扫视了一眼众人 这次的炼师大会 本座召集各位到此 实则是有一件天大的事要办 这件事至凶至极 祸福参办 需要各位陆力同心 第420章 万蛇哭 不知施主大人 要办的是什么大事 别人都没有作声 倒是那黄衣男子 又急吼吼地缝引上了 一口一个施主大人的 那施主扫了他一眼 呼地说道 孔家冒天下之大不韦 暗中施展邪术 虐杀殷童 罪不容术 当灭之 洞窟之内 顿时一片死寂 那黄衣男子 也是脸色一白 再也坑不出一声来 怎么不说话了 施主盯着他淡淡地问 这 这个 黄衣男子张口结舌 额头冷汗直冒 只听了卫居士皱眉道 这孔家之事 也只不过是咱们一厢情愿的猜测 再说了 咱们是练尸术士 天不管地不管的 咱们管什么孔家 是啊 要管也是让道门那帮牛鼻子去管 跟咱们也没什么 当即有几人附和道 施主环顾四周 又问 李老的意思呢 这孔家跟咱们练尸一脉 向来井水不犯河水 咱们又何必去惹一些没必要的麻烦 李老沉默了片刻道 师妹的意见呢 施主看向江应霞 师兄什么时候开始多管闲事了 江应霞冷冰冰地问 施主呵呵一笑 却是转向三苦道长 道长以为如何 三教九流 悬门百道 我等为其中一脉 三苦道长 语气频频地说道 他这句话看似没有回答 其实已经是说得非常明白 意思是 练尸术士 既然为悬门一脉 有些是当管就得管 那徒儿呢 施主微微汗手 目光略过其他人 却是落到了我身上 干他就是 哪来的那么多顾忌 我靠着以背 不以为然地道 那施主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呼得哈哈大笑 各位不必紧张 本座只是跟大家伙 开个玩笑 卫居士说得好 咱们练尸术士 天不管地不管 管他什么孔家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 也都是露出笑容 纷纷硬核称事 不过神情中 还有颇多疑虑之色 行了 玩笑话已经说过 该说回正事了 施主朗声说道 各位不是要看龙凤城祥 阴阳双形吗 说话间 手掌凌空一抓 直接那躺在地上的棺盖 呼的一声飞了过来 精准无比地 将铁关重新封住 四聚阴师上前 将铁关抬起 各位且随本坐来 施主起身 大步向着洞窟外走去 我们在场众人健壮 也纷纷起身 带好各自的宝石跟了上去 那四聚阴师 则抬关尾随在我们身后 这冰穴之中 大大小小的洞窟 却是一个接着一个 到处都是冰天雪地 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 极其容易让人迷路 我们一路行进 九曲十八弯的 可以感觉到 地势逐渐在走低 而且大体上 是在往御雪峰那一侧在走 这样持续行进了 大概有小半天的时间 走在最前面的施主 突然停了下来 回头说道 麻烦各位 将气息尽量压到最低 在场这些人 都是练尸的高手 想要压低自身气息 自然不是什么难事 像江应霞这对师兄妹 能使用伪师术的 更是不在话下 众人收敛气息后 这才继续往前走 很快 前方就出现了一个 看起来狭窄 且十分优深的通道 看上去并非天然生成 而是有着 十分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 施主率先进入 我们紧跟其后 最后面则是铁关 这通道虽然狭窄 却是恰好能容纳 那口铁关通过 往前走了一段 就发现这通道 两侧的石壁 以及顶上 都刻满了 密密麻麻的符咒 以及明文 从这些符咒看来 最大的作用 不是其他什么 而是用来封闭的 要是不出所料 这条通道八成 是那施主开凿的 在这条通道中 又以符咒封闭 似乎是在害怕 惊动了什么东西 一行人从通道内穿行而过 寂寂无声 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又走了大约 有小半个钟头 施主停下来 结了个法咒 只听痴的一声响 就像是一层窗户纸 被轻轻捅破 这是某种静止 被破开的现象 对方如此慎之又慎 步步为营 顿时让在场众人 都是神情凝重 不敢有丝毫掉以轻心 那施主带着我们继续前行 又接连打开几道静止 呼地回头轻声道 就要到了 里面的任何东西 切勿乱碰 众人闻言 都是更加狐疑 就在这时 只觉一阵阵寒气 从前方渗透了过来 迎冷刺骨 远非我们之前 经过的冰学冰窟可比 跟着施主继续往前再走一阵 就从通道中出来 进入了另外一个巨大的冰窟 只是眼前所见 让所有人都是为之震惊 那是一座巨大地下宫殿 整座宫殿晶莹剔透 全部为冰块所建筑 这是一座 藏在山腹之中的地下冰窟 然而最为让人震撼的 还不是这个 在这冰窟之中 竟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蛇狮 堆积如山 而在这蛇山湿海之中 隆起一座灰白色的石台 石台上停放着一口漆黑的铁关 而这口铁关 却被一条青色的巨蟒缠绕着 不过仔细看去 这条巨蟒 也早已死去多时 是一条蟒狮 这是什么地方 魏居士吃惊地问道 我打量着四周 只听那施主道 这是本座无意中找到的一个地宫 这里冻着不计其数的蛇狮 本座称他为万蛇窟 众人闻言 都是惊疑不定 这长白山冰天雪地的 哪来这么多蛇 那老胖子眉头大皱 魏居士摇了摇头 这长白山自古以来就多有古怪 现在外头隆冬腊月的 还不是起了蛇灾 他娘的 你们说外头这蛇灾 会不会跟这鬼地方有关系 老胖子骂道 或许他说者无意 听者却是有心 其他人闻言 都是脸色微变 这古怪的地宫中 蛇狮堆积如山 又停放了一口 被青色巨蟒缠绕的漆黑铁关 与其说这是个地下兵宫 倒不如说是个蛇宫 很难不让人与外界的 蛇灾联系起来 你们看那口蛇关 施主突然说道 第421章 成煞 其实在进入这地宫之后 在场众人的目光 除了在那些密密麻麻的蛇狮上 短暂停留 几乎都被牢牢地吸引在那口石台上 被青色巨蟒缠绕的铁关之上 对于炼狮术士来说 还有什么能比极拼宝师 来得更加有吸引力 而这地下蛇宫 很显然年代久远 能被封关葬在这里的 一看就不简单 说不定这蛇关之中 就葬着一具罕见的古诗 不知各位看出了什么 只听那施主又问道 众人都是死死地盯着那口蛇关 地宫内一阵死寂 我仔细打量着那口蛇关 虽然这口铁关 被那青色巨蟒给缠绕着 但从露出的部分来看 跟那口装着孔灵的铁关 看起来颇为相似 或者这口铁关 就是那施主模仿蛇关打造的 不过最让我奇怪的是这些蛇丝 这些蛇丝密密麻麻地堆积在石台的四周 但仔细看的话 就可以发现 这些蛇丝虽然千奇百怪 但是舌头无一例外 都是朝向石台 或者说是那口石关 这看起来不像是人为摆放的 因为这蛇丝实在太多了 如果真是让人去摆放 根本就无法做到如此规整 有这种诡异现象的 难道是万师朝宗 那李老突然喃喃说道 这难道是万师朝宗 一直以来 这老头都是十分冷酷 此时却是神色激动 连声音都有了微微发颤之意 众人一听 顿时脸色大变 这 不会是 未居是双目圆睁 死死地盯着那口蛇关 脸上尽是不可思议之色 艰难地说道 不会是 成煞吧 他这话一出口 在场众人更是炸了锅 我也是有些头皮发麻 要知道 成煞这个词 无论对于炼师还是养鬼来说 都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 就比如 雅婆婆要我把孔家一个小姑娘 炼成红衣凶煞 那这最关键 又或者说最难的一步 就是成煞 成煞之后 养鬼则成凶煞 养师则成师煞 一旦成煞 就如同一步登天 与其他师鬼天壤之别 其实人死之后如灯灭 无论是以后化作了鬼 还是被养成了师 其实都已经 没了原先的记忆和神志 最多就是留下了一分执念 或者说怨念 也就是说 不管是鬼魂阴灵 还是阴师 都跟本人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像此时的宝子 跟活着的阳天宝 除了这一副皮囊之外 其他的 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存在 除非 能够成煞 如果宝子有朝一日能够成煞 那么就会重开灵窍 恢复其本身的灵智和记忆 这就是施煞 血师和飞师 虽然已经是师中极品 难得一见 但在施煞面前 却也不值一提 可以说 成煞就是一道分水岭 炼出一具施煞作为宝师 那是自古以来 几乎所有炼施术士 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然而几千年已降 出现在世上的施煞 本就寥寥无几 其中绝大多数还是机缘巧合 在某些极其特殊的条件下 经过数百年 数千年的滋养 最终成煞 而由炼施术士 本人养出来的施煞 那更是少之又少 据说 哪怕是当年施门全盛时期 代代相传 炼出的施煞 如今这个年代 施煞更是早已经成为了一种传说 既然养出施煞如此艰难 那么想要养出凶煞 自然也是不慌多让 这也为什么 当初我再听到雅婆婆 让我去长白山 找一个小姑娘 练成红衣凶煞时 会如此震惊的原因 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哪怕现在知道 这孔姓小姑娘 可能是天喜贵人 那也只能说是情况稍微好了一点 但依旧是千难万难 而成煞的一种先兆 就是万师朝宗 所谓的万师朝宗 倒不是说其他殷师跪地拜扶 而是指 在其附近的各种尸体 都会慢慢地将头转过来 朝向其所在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 李老等人会如此震惊的原因 此地密密麻麻的蛇狮 纷纷诡异地将头转向了蛇关 这也就意味着 这蛇关中的尸体 即将要成煞 这即将 两个字非常重要 意思也就是 还在成煞的过程中 或许还要等个一年半载 又或者三年五载 但挑在这个时机 反而是最好的 因为如果那蛇关中的尸体 已经成煞 那么这些人只怕 立即就得逃命去了 但只要尸体还没真正成煞 那就还有办法对付 到了这时我才恍然 原来这尸主大费周章 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 对方真正的目标 赫然是这口蛇关 各位 咱们练尸一脉 是有多久没有尸煞出事了 就在众人震惊之际 那尸主忽然朗声问道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 位居士摇头道 眼睛却是一瞬不瞬地 盯着那口蛇关 是啊 尸主叹息一声 声音转为凝重 本作今日召集各位前来 就是要和众人之力 趁着这关中古诗承煞之前 将其收服 至于谁能成为这具宝诗之主 各凭缘分 大家意下如何 当真 位居士和李老齐齐发问 我扫了其他人眼 见除了那三苦道长 表情依旧之外 就连一直冰冷着一张脸的僵硬侠 也是为之动容 显然成为诗煞之主 对于炼诗术士来说 那真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本作倒也想独吞了这具宝诗 只可惜 以本作单枪匹马之力 殊无把握 诗主苦笑 众人看向那具蛇冠 都是呼吸急促 如果这里面真是 快要成煞的古诗 就算咱们所有人合力 他娘的 怕也是凶多吉少 老胖子摇头道 怕什么 又还没有真正成煞 只要咱们齐心协力 未必就办不到 那黄衣男子 双目通红地反驳道 目光中尽是贪婪之色 正是 诗主汗手道 而且这口蛇冠 或许还跟外边的蛇灾有关 要是咱们能将其降服 不仅咱们的其中一人 可能会成为近百年来 第一位施煞之主 而且也是造福了一方百姓 第422章 福诗 阴阳城镇 听到那施主所言 在场众人纷纷为之动容 倒不是说那什么 造福一方百姓之类的话语 慷慨激昂 而是这百年来 第一位施煞之主 对于炼施术士来说 吸引力实在太大 这几乎是所有 炼施术士的终极目标 本作刚才也说了 这件事至凶至极 或服参半 各位好好考虑一下 见众人还有所犹豫 那施主又补了一句 还考虑什么 咱们跟着施主大人干就是 那黄衣男子双目通红 急吼吼地道 施主微微点头 又说道 诸位不是一直好奇龙凤城祥 阴阳双形吗 其实这并非是什么炼施术 而是浮施朕 用浮施朕来压制关中古诗 李老墓中金光一闪 不错 施主说着 呼地朝那冰宫东北角上走去 各位随本坐来 我们一行人随后跟上 走不多时 就见前方的地面出现了一个冰坑 口子不大 大概两米见方 然而 等我们靠近了一看 这才发现 原来这冰坑是个喇叭瓮的结构 所谓的喇叭瓮 也就是上窄下宽 看起来像是个扣在地上的喇叭撞瓦缸 这冰坑的口子虽然不大 但是越往下越宽 只见坑底白森森的一片 那可并不是什么挨挨冰雪 而是堆积如山的白骨 这不仅是个喇叭瓮 还是个万人坑 白骨地 在风水上 喇叭瓮由于上窄下宽的特点 有风阵的作用 可以常年累月地将阴魂怨气 封进在瓮中 这地宫之中本就阴气森森 而这冰坑周遭更是阴冷刺骨 这难道是个寄坑 李老眉头紧皱 那老胖子有些不解地问 什么寄坑 古代有些陵墓里 会有专门的寄坑用来陷阱 坑里大多数丢的是牲畜 不过也有少数是活人殉葬 魏居士陈生道 这人既然能挖出解尸 那肯定已经挖了不知多少古墓 这墓葬方面的学问 怕是比一些导斗高手还要厉害 我看向坑底 只见这坑中白骨森森 几乎全是人的骸骨 只不过这种万人坑 还真没怎么见过 魏居士脸色凝重 也不知那舌棺中 究竟是什么东西 本座想以这寄坑为阵眼 起伏师大阵 诸位以为如何 施主淡淡说道 以寄坑为阵眼 李老有些疑惑 只听那施主微微一笑 龙凤成祥 阴阳双形 阴阳双形 李老喃喃自语 呼得瞳孔一缩 回头看向那口封着孔灵的铁关 是要用天洗贵人 不错 施主凯然道 以寄坑为阵眼 以红鸾天洗为牵引 颠倒龙凤 借阴阳之力浮尸 之后又把具体的安排 仔细地说了一遍 这一番听下来 也不得不佩服这人 在练尸方面的造诣 居然能让他想出如此剑走偏锋的法子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将舌关当作真龙 又将那舌关所在的石台 作为阳极 而那寄坑则作为阴极 与石台遥相呼应 呈阴阳双形 从这地宫本身的结构来说 那石台和寄坑 本就是一阳一阴 只要再稍加引导即可 也就是说 那施主是完美利用了 这个地宫本身的风水格局 然而阴阳双形有了 真龙也有了 唯独缺少一缝 而这缝 最佳的选择自然是身为天洗贵人的孔灵 红蓝天洗本救主婚姻 原定用来牵龙隐凤 实在太合适不过 再加上天洗贵人 本身又是一种极品师配 足以与那舌关中的古式匹配 这个施主 可以说是算计到了极点 只不过 想要立这个浮尸阵 就势必要将孔灵封在龙凤关中 再填入寄坑之中 一旦浮尸阵启动 石台和寄坑 就分别成了治阳和治阴之地 这浮尸阵的要义就是借用裂阳 来压制舌关中的古师 再和众人之力将其收服 至于被填入寄坑中的孔灵 必然也要遭受同样的镇压 只不过石台那边是裂阳 寄坑这边则是基因 只要进了这寄坑 不能说是必死无疑吧 只能说是死死无生 所以说白了 孔灵这个所谓最受宠爱的徒弟 也不过是个祭品而已 不妥 正当众人商议之际 就听三苦道长硬邦邦地说了一句 哪里不妥了 黄一男子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三苦道长指了指孔灵所在的龙凤铁关 道 这是活人并非牛羊牲畜 谁不知道这是活人 用你啰嗦 黄一男子骂道 两位不要伤了和谐 施主打断二人的争执 叹息一声说道 这次服侍凶险莫测 咱们参加的所有人都是九死一生 不过我这小徒弟倒也争气 他是自愿舍身入关的 道长不用接怀 听到了没有 黄一男子讥讽道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贪生怕死啊 三苦道长沉默 既然连小姑娘都有这样的胆破 那咱们要是还退缩 岂不是让人笑话 魏居士当即拍板道 听他这么一开口 其他人也纷纷应和 跃跃欲试 我看了一眼那江应霞 这女人低垂着眼皮 没有作声 却也没有反对 好 只要咱们陆力同心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施主朗声笑道 说吧扫了众人眼 不过所谓万音之中一点羊 还需要有两个活人扶灵 陪着小徒进入忌坑 不知哪两位自愿入内 原本众人还在小声议论 文言顿时一阵寂静 进了忌坑 就等于是送命 谁会去 徒儿 你将功赎罪的机会到了 只听那施主淡淡地说道 我哑然失笑 原来搞了半天 这人的算计在这里 还真是人尽其用 一点也不浪费啊 环顾四周 只见那江应霞目光冰冷 至于其他人 也是神色不善 只要我说一句不字 怕是就得立即被群起而攻之 毕竟一个欺辱妇女之辈 哪怕是在练尸术士这种圈子里 也是被人鄙夷的 就如同过街老鼠一般 更何况这还牵涉到自己身家性命 第四百二十三章 古愿 行吧 我愁眉苦脸地答应了下来 又冲着那正幸灾乐祸的黄一男子一指 就他吧 跟我一起下去 我不行 黄一男子笑容一僵 急忙否决 我们都行 你怎么不行 我疑惑地反问 就 黄一男子又惊又怒 气急败坏地道 就是不行 客气什么 走吧 我上前去拉他 那黄一男子急忙后退 叫道 你干什么 正在这时 就听那施主开口道 刘大师 还是你去吧 我正疑惑 哪个是刘大师 看了一圈 就发现 那个老鼠尾巴的干瘦老头 站在那里脸色煞白 对 还是听从施主大人的安排 黄一男子又惊又喜 刘大师 你可有什么意见 施主淡淡地问 语气虽然平淡 但任谁都听得出 其中根本没有什么问询之意 只有命令 没 没意见 那姓刘的干瘦老头 声音发颤 那就这么定了 施主满意地笑道 那就抬关吧 我带着宝子 来到那口龙凤铁关前 站了一会儿 那姓刘的干瘦老头 这才磨磨蹭蹭地 带着他的白发师过来 二人合力抬起铁关 走到济坑旁 将铁关竖起 纵身跨入坑中 宝子和那白发师 也随后跟了进来 轰的一声 我们二人抬着铁关落地 脚下堆积如山的白骨 被踏得碎裂 骨头渣子四下飞溅 抬头望去 这冰坑少说 也有二十多米 冰坑上方几道人影晃动 开始吧 只听到上方传来 施主那浑厚的声音 随后冰坑上方就不见人影 显然是已经离开了 我随手捡了一根大腿骨 向上扔去 只见那根腿骨刚飞到坑口 突然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 咔嚓一声炸成了鸡粉 纷纷扬扬地洒了下来 很显然 上方被吓了禁止 这是不打算让我们出去了 那信留的小老头 大吃了一惊 脸色又白了几分 屁大点事情 你这哆哆嗦嗦地干什么 我皱眉道 谁哆哆嗦嗦了 那小老头的脸一红 咬牙道 咱们吓到坑里的 那都是忌品 死路一条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宰了 你信不信 我声音一冷 小老头的脸色忽红忽白 恼羞成怒道 你也别太嚣张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扔下来吗 我打断他问 为什么 小老头迟疑了片刻 还是忍不住问 不是吧 你还真是没有自知之明啊 我吃笑了一声 那黄一南虽然废 你比他更废 你说他们要谁 那小老头一听 顿时一张老脸张得通红 但张了张嘴 却也没憋出个什么来 其实这是说起来也很简单 上面那帮人要去打团战 那肯定是要尽可能选择最强的队友 那信留的小老头 上来就被我修理了一顿 让那施主认为 对方的实力比不上那个黄一南 于是一拳衡 小老头就被抛弃了 至于我吗 算是一端 属于那施主要除掉的 对方城府极深 明知我不是他的徒弟 却也一直不动声色 直到这个时候 才轻轻巧巧地来个借刀杀人 在他看来 只有两种结果 要么是我不同意下计坑 然后被众人围攻而死 要么是我迫于无奈下计坑 那就又正好中了他的下怀 毕竟对他来说 要是我早早地被僵硬侠宰了 那就得少一个人手 最好当然是把我扔进济坑里来 来当个活人济品 还哆嗦 起来干活啊 我指挥道 你说什么 小老头大怒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 活得不耐烦了 想早点投胎 那小老头冲我怒目而视 过了好一会儿 缓了口气道 我是问你干 干什么活 没 没听清楚 我一阵好笑 指了指地上的海骨 收拾收拾 腾出个地方来放棺材 这还要收拾什么 小老头皱眉 你要是死了 别人站在你头上乱猜你舒服 我反问 小老头漠然无言 黑着脸起来 把骨头捡起来 堆到一边 双方合力 很快就清出了一块空地来 把龙凤铁关横着放下 随后在棺杆上一拍 轰隆一声将棺杆挪开 你干什么 小老头吓了一跳 我没理会他 只见那孔灵一身红裙 躺在棺中 脸色雪白 嘴唇微微发污 只有一双眼睛瞪得圆圆的 眼珠子微微转动了一下 这尾施术用了独门手法 外人还真不好解 稍意不慎就假戏真做了 我也没急着去破茧 翻身进了铁关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小老头急得直跳脚 这里是阵眼 你别动棺材 否则咱们死得更惨 我充耳不闻 见那孔灵穿着一对红色的绣花鞋 当即握住他的左脚踝 抬起腿 脱下鞋子 露出左脚 只见在脚底心位置 有三颗红质 成品自行排列 我仔细看了一阵 又伸手摸了摸 随后脱下右脚的鞋子 只见脚底心平滑光洁 没有任何瑕疵 这才将鞋给他穿了回去 从关中跳出 正在这时 只听到一阵古怪的颂咒声 自上方响起 隐隐地飘了进来 开始了 小老头脸色一白 我找了的地方 盘腿坐下 那小老头健壮 也跟着坐了下来 深吸了一口气 双手节奏 起了护体咒 一旦浮尸镇启动 尸台那边转为列阳 我们济坑这边 自然变化之音 这小老头截护体咒 自然是为了防御 我左手掐绝 同样起了个法咒 却并非是护体咒 而是出自太平妖术 中一门秘咒 口中莫诵咒语 左手起绝 如此反复尝试了几次 随后引动法咒 朝着前方一指 只听喀啦一声 在我正前方的 一个骷髅头动了动 那小老头听到响动 顿时被惊醒过来 霍地睁开了眼睛 四处查看 我手指再次一挑 又一块白骨动了一动 那小老头 静一不定地冲我看了一眼 你 话音未落 呼得抬头望向上空 一阵冰冷刺骨的寒气 骤然从上方灌入 煞时间 那小老头的头发眉毛 就隐隐起了一层白霜 小老头大惊失色 急忙全力施展护体咒 与其抗衡 我依旧不紧不慢地反复尝试 又过了一阵 这才放开了 再次引动法咒 太平妖术 古院 第424章 骨气洁剑 随着法咒引动 只听咔嚓 咔嚓声不绝于耳 四周堆积如山的白骨 赫然纷纷动弹了起来 什么东西 那小老头大吃了一惊 我继续催动法咒 这忌坑中的白骨 已经不知再次堆积了多少年月 早就已经散架 此时却是在法咒的牵引之下 各自聚合了起来 大腿骨 盆骨 肋骨 手骨 骷髅头 这些东西凑在一起 又重新拼成一具具骸骨 只是这些骸骨 有的缺胳膊少腿 有的三头六臂 有的只有一颗骷髅头 加半截身子 有的连颗脑袋都没有 只有手脚拼凑在一起 千奇百怪 这一刻 堆积如山的骸骨 似乎在瞬间活了过来 嘎蹦 忽然间 所有的骷髅头张开嘴巴 齐齐抬头 空洞的眼窝仰望上空 那充斥在济坑内的森寒阴气 陡然间一阵 随后如同水流一般 被一众骸骨给吸入了黑洞洞的大嘴之中 虽然阴气磅礴 但架不住忌坑之内 骸骨堆积如山 蚂蚁再小 只要数量够多 也能咬死一头大象 只是片刻功夫 就见那小老头 以及宝子他们身上凝结的白霜 渐渐消融了下去 古苑 是《太平妖术》中记载的一种奇门法咒 越是白骨众多 越是阴气深重之地 越是有奇效 这个忌坑 简直是为这门法咒天造地设的 随着那滋生的阴气 不停地被一众骸骨吸收 这些原本白森森的死人骨头上 隐隐泛起了一层绿光 我抬头看了一眼上空 站起身来 那小老头顿时被吓了一大跳 急忙往后一滚 脸上被那绿光印得绿悠悠的 你滚来滚去的干什么 我皱了皱眉头 你 小老头一脸惊骇地看着那些 以各种诡异姿势站立的骸骨 这是什么 大惊小怪的 死人骨头没见过 我不以为然地道 转身来到铁关边上 死 死人骨头当然见过 你这个 没见过 小老头磕磕巴巴地道 我伸手在那孔灵眼前晃了晃 来转转眼珠子 过了一会儿 就见那姑娘 微微转动了一下眼球 没死就好 我点点头 刚要转身 突然间血光一闪 只见那孔灵左手腕 喷射出一波鲜血 如同被什么东西吸引 在空中凝成一条诡异的红色血线 朝着济坑外飞去 与此同时 上空的古怪咒声越来越响 我立即翻身进入关中 一把抓起孔灵的左手 拉开她的衣袖 只见她的左手腕上 裂开了一道伤口 鲜血不停地从伤口中涌出 显然这姑娘 在被封入关中之时 就早已经被割了手腕 之后又用药膏暂时封住 等待浮尸阵一启动 伤口就立即裂开 这是要以天洗贵人的血 来催动浮尸大阵 我立即在她手腕上 画了一道符咒 随后用手掌握住她的伤口 回头鹤道 割腕 什 什么 小老头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想死 我脸色一沉 宝子身形一闪 就出现在了那小老头面前 果 果哥还不行吗 小老头脸色一阵轻易白 咬了咬牙 用手指在手腕上一滑 煞时间鲜血涌出 凝成一条血线 被吸了上去 我稍稍松开左手 将孔灵的血露出一丝 混入血线之中 这眼看着 那小老头的脸色就苍白了下去 忽然间大叫一声 右手掐绝 口中鸡里咕噜的大宋咒语 在这法咒的加持之下 她原本迅速白下去的脸 又稍稍恢复了一些血色 而手腕上疯狂涌出的血线 也变得缓慢了许多 不管是哪个练食术室 在保命方面 都是有压箱底绝活的 随着时间推移 上空传来的宋咒声越来越响 越来越急促 突然间 只听到咔嚓一声一响 夹杂着几声惊恐无比的惨叫声 出 出来了 小老头吃惊地看向上空 我没有作声 只是侧耳倾听上方的动静 可忽然间 上方就陷入了一片死寂 连那种古怪的宋咒声 不消失不见了 在短暂的死寂过后 突然间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地宫巨震了一下 就连坑底堆积的无数骸骨 甚至都被震得跳了一跳 随后就听到呼的一声 只见济坑上方掠过一道苍白色的影子 那赫然是一团苍白色火焰 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掠过寂坑上空 转瞬间就朝着坑中灌了进来 可就在那团火焰 铺到距离我们头顶三米高的地方 就像是被一道无形的屏障挡住 再也无法寸进 骨气结贱 我口袋中动了动 叼从里面探出个小脑袋 眼珠子咕噜了一下 蹭得从口袋中窜出 跳到一只骷髅脑袋上 那骷髅挥动胳膊 就朝脑门上拍了过去 却是被叼轻巧地给躲了过去 抽了抽鼻子 张口就吸 一道淡淡的绿烟 就被它给吸了进去 那具骷髅顿时咔嚓散架 零不见在地上散落一地 那叼搜的一下 又窜到了另一具骸骨脑门上 如法炮制 我看的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这货倒是挺能占便宜的 也亏得这季坑中的骸骨数量实在是多 要不然被它这么吸下去 非得把这骨气结贱给破了不可 大约过了足足有小半课中 头顶的那团苍白色火焰才消灭了下去 整个地宫一下子陷入了死寂 除了那颠到处乱窜 发出的轻微声响 几乎听不到任何动静 怎么回事 小老头脸色灰白地看着上空 哑声问道 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又细听了一阵 确认上方再无动静 当即起身 把孔灵从关中抱了出来 小老头也赶紧从地上站起 只不过差点没站稳 身子亮呛了一下 看样子运气挺大呀 我看了他一眼 没有 绝对没有 小老头吓了一跳 急忙摇头 您 您那是救我 对 那是在救我 是吗 我不置可否 是 那肯定是啊 小老头连声道 要不是沾了您的光 我这把老骨头 怕是早救 早就没了 第425章 石火 我见他点头哈腰 口口声声救命恩人的 也没做理会 把孔灵交给杨天宝 结果一回头 就看到杨天宝 一手抓着孔灵的左脚 把人给拖在了地上 我看得一阵漠然 这要真被他这么一路拖下去 那小姑娘迟早得 把命送在他手里 我来我来 小老头赶紧抢着刀 过去准备 把孔灵背起 只是手刚伸到那姑娘腰上的时候 又突然间停下 赶紧缩了回来 拍了一下自己的爪子刀 看我这老糊涂 您之所以不愿背您的小师妹 肯定是为了避嫌 我这老东西 更是得避 我抓住孔灵的腰带 把它拎了起来 让杨天宝给背在身上 这孔灵的个子 比起杨天宝来 要高了不少 这小鬼背大人的 看起来颇有些滑稽 不过倒也算合适 我截了个法咒 往地上一指 那一道道挺直站立的骸骨 顿时四散崩塌 只听到那颠 发出一阵不满哼击声 嗖的一声窜了回来 在我肩膀上磨蹭了一下 又蹭到了杨天宝身上 之后又蹭蹭蹭 蹬上了孔灵的头顶 抽了抽鼻子 这个不是你的饭 别乱动 我没好气 把他给叫住 就见孔灵那姑娘的瞳孔 缩了一缩 走吧 我回头招呼了一声 啊 好好好 那小老头正盯着刁猛看 文言回过神来 赶紧把他的白发师招了过来 就见那白发师 将他拖在肩上 之后 双手在臂上一抓 手爪顿时 深深地抓了进去 之后手脚并用 向着上方攀爬而去 虽然这技坑是个喇叭瓮 爬到半途 人就得倒过来 普通人想要攀爬上去 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 但那白发师却如同一只巨大的蜘蛛一般 快速地顺着坑壁往上爬去 我起周在地上一指 只听喀啦啦声不绝于耳 四周的海谷蜂拥而来 聚累成山 伴随着古山的升高 把我们三人给顶了上来 几乎与此同时 那白发师也拖着那小老头 从坑底飞快地爬了上来 小老头落地之后 眼神惊骇地冲我连看了好几眼 不过很快 他的注意力 就完全被吸引到了其他地方 怎么会这样 小老头震惊地目瞪口呆 只见地宫之中 已经空无一人 到处都是散落的蛇尸 一条巨大的青色巨蟒 断成竖节 滚得到处都是 而他缠绕着的那口铁关 此时已经被打开了 只不过 关中已经空空如也 很显然 里面的东西已经出关 不过最让人心惊的是 原本我们过来的那个入口 居然已经被一道石壁给截断 封得死死的 我上前看了一眼 知道这石壁 应该是这地宫中的某种机关 厚实无比 而且很显然 这东西 不是为了对付普通人的 做了特殊的处理 坚不可摧 非人力可破 刚才我们在下面听到的 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应该就是这地宫的机关被触发 截断了所有出路 我回忆了一下 之前在寄坑中看到的 火焰涌动的方向 随即让宝子把孔灵背上 顺着那个方向走去 走不多时 就见地上躺着半截尸体 距离其不远处 又有半截身子 是 是那个谁的 小老头吃了一惊 这两截尸体看着眼熟 正是那黄衣男的 其中一具宝尸 看这样子 赫然是被什么东西 给硬生生撕成了两半 再往前走 又看到了几截四分五裂的尸体 拼凑了看看 其中有一具是那黄衣男的 另外还有几截 是死在僵硬霞手里 那个光头的两具宝尸 在几块残尸的不远处 又躺着一具 十分怪异的白骨骷髅 这一具骷髅浑身骨骼齐全 脸朝下趴在地上 但是他身上的黄色衣物 却是看着异常熟悉 这是不是那个谁的 我问小老头 对对对 就是那个穿黄衣服的 小老头吞了吞唾沫 声音有些发芽 我还记得他穿的鞋 就是这样的 我仔细看了一眼 这具白骨骷髅身上的衣物 穿戴整齐 包括手指上的铜戒 以及鞋袜 都是整整齐齐 没有什么损伤 可偏偏就是这个人 却是诡异的 只剩了一具骨架 身上看不到一丝的血肉 这可比剃骨刀 都要剃得干净得多 石火 我皱了皱眉头 石 石火 小老头哆嗦了一下 惊声叫道 刚才那个 是石火 我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你知道石火 这石火极为邪门 也极为罕见 这种火焰色成苍白 但是没有什么热气 而且不会对其他任何东西 造成影响 唯独只是蚕食鲜活血肉 也就是说 只要是活物 一旦被石火沾上 就会立即被火焰 将血肉烧个金光 鲜活的血肉 对于石火来说 就好比是火油 这也是为什么 这地宫内 虽然被火焰席卷而过 却是没有任何焚烧过的痕迹 像那些蛇尸 和被撕碎的宝尸 也是没有被火焰吞没 唯独那黄一南 被石火给烧成了一副骨架子 但他身上的衣物 以及铜戒等东西 却是毫发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我以前听我师父说过 听说这石火是用石油 再配合一种秘书炼制出来的 歹毒无比 我还从没亲眼见过 小老头颤声道 钥匙 钥匙 说到这里 脸色刷得又白了几分 喃喃道 师父保佑 师父保佑 幸好 幸好我们去了坑底 要不然 我顺着那黄一南倒卧的方向看去 只见不远处开了一道石门 之前在进入这地宫的时候 我已经将这地宫的格局记了下来 原本在那个位置是个绝路 是并没有那道石门的 这也就意味着 这道石门 应该是机关落下之后才出现的 整个地宫 除了这道石门就再也没有其他出口 想必其他人应该都是进了这道门 从我在祭坑地下听到的动静来看 应该是那口蛇关被打开的瞬间 就触发了这地宫的机关 石壁落下 石火喷发 席卷地宫 在场的那些人 个个都不是拥手 又是高度戒备 在瞬间做出了反应 立即逃离 只不过那黄一南 也不知是实力不济 还是运气不好 被那石火舔到 给活活烧成了一副骨架子 第426章 蛇宫 我看着眼前这道打开的石门 不免觉得十分蹊跷 按理来说 这地宫中的石火本 就是用来杀人的 一旦石壁落下 截断出路 在地宫内的人 就成了龙中鸟 势必会被石火给吞噬 可偏偏在这结果眼上 却是打开了这么一道石门 这存在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在此之前 有人无意中开启了这道石门 于是众人 在遇到石火之后 立即通过石门夺路而逃 可这种可能性 实在是不高 而第二种 就是这道石门是伴随着 机关触发而开启的 这就意味着 当初建造 这座地宫的人 可能是有意要把人驱赶 进这道石门之中 只不过 现在哪怕是知道 这道石门是出蹊跷 却也只能进去一探究竟 叫什么 我在门口停留片刻后 一步入内 杨天宝 拖着孔林跟在身后 叼儿又眯着眼睛 盘踞在孔林脑门上 啊 小老头也赶紧带着 他的白发尸跟了进来 是问我吗 我叫刘老鞭 您看我后脑勺的辫子 就像一根鞭子 我默然片刻 道 挺好 穿过石门后 就是一条相当长的 狭窄通道 这通道同样是用 那种特殊的石材 建造而成 大约走了有数十步之后 就从通道中出来 眼前顿时豁然开朗 这赫然是一个 比之前还要大的地宫 看上去晶莹剔透 所有东西 都是用冰块建造 雕筑而成 然而看过那石壁就知道 这冰宫只不过是个假象 实际上 整个地宫的外围 都是用那种 特殊的石材建造而成的 而我们刚刚过来的地方 其实只是这个 巨大地宫的一小部分 就类似于一个 尔氏的地方 我们一行人继续往前走 越走 就越发觉得 这地宫实在是大的惊人 再走一阵 就见前方的冰面上 握着几道黑影 近前一看 是三具残破的尸体 不过并非是我们 认识的任何一人 这三具尸体 两男一女 三人面目猙獰 双目圆睁 但只看到眼白 却是看见不到 黑色的眼珠子 其中一名男子的左臂 像是被什么活生生扯断 他的右手 却是插进了 那名女子的胸膛 而另一名男子 则掐住了他的脖子 这三人 似乎是在相互厮杀 最后三败俱伤 一起死在了这里 虽然三具尸体的面目 还是栩栩如生 但这是因为 地宫中特殊的环境 保存了尸身不腐不烂 实则这三具尸体 两三百年前的了 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又发现了数据残破的尸身 还有一些断肢残骸 这些人的穿着大体相似 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而且应该都是风水界人士 并非是什么盗墓贼之流 最为蹊跷的是 这些人的死法 各个眼睛只剩眼白 看起来并非是两方阵营厮杀 倒更像是混战 相互厮杀而亡 这里有个道士 刘老边呼地在边上喊道 我动身过去 就见一名身穿黑色道袍的中年道士 盘腿坐在那里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尸身 都是纠缠在一起 相互残杀而亡 唯独这个道士 却是孤零零一人独处 而且临死之前盘腿打坐 双目闭合 死状颇为安详 与其他人大相径庭 我仔细查看了一番 发现这道士的胸口心脏位置 插了一根三寸来长的黄铜钉 钉尾铭刻了一个锦字 锦字如玉 这是一枚道家阵煞钉 道士双手掐绝 但起的并非是什么护身法咒 而是往生咒 这也就意味着 对方知道自己死期将至 劫往生咒坦然而去 从眼前的迹象来看 这道士或许是发现不对 知道自己 已经无法避免像其他人一样 陷入自相残杀 于是用震煞钉封住心脉 自我了断 这扶牌 刘老边呼地俯下伸去 从那道士腰间 摘下一块长方形的 青黑色的木牌 堪堪可以一手握住 认识 我问他 这好像 刘老边眉头紧皱 将那块木牌 放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 呼得一拍大腿道 对了 应该是青城道工的扶牌 我以前见过一次 样式稍微有点变化 但是大体上还是一样的 您看看 我把那木牌接了过来 虽然年代久远 但依旧能闻到 从木牌上散发出的淡淡香气 这刘老边所说的扶牌 其实是指道门弟子的一种信物 我之前在明月和清风那里见过一次 每家道门的扶牌都不一样 就比如龙虎山的弟子扶牌 就是紫色的 上面雕刻的花纹 也是不尽相同 既然这倒是佩戴 清城道工的扶牌 那应该就是清城山的道人了 历代以来 清城山本就是道家重地 虽说时至今日 清城道工不如龙虎山 茅山这两家来得兴旺 但也绝不容小觑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死在这里 连清城道工的人都有 刘老边惊疑不定地喃喃道 他话音刚落 就听远处呼地传来一声惨叫 那声音极为刺耳 似乎夹杂着无尽的惊恐 走 我带着一行人 立即寻声赶了过去 但那惨叫声只响了一下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沿途过去 又陆续见到了不少倒闭的尸体 各个死状惨烈 除去那个清城山的道士之外 其余人等 一律都是双目翻白 厮杀而死 在急行一阵 忽然间被眼前出现的音幕 给震撼住 陡然停了下来 只见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左右两侧分别立着两排冰雕 这些冰雕都是身穿盔甲 手拿三叉戟的武士 然而这些武士 却并非是人 而是裹在盔甲中的一条条蟒蛇 却是如同人一样 披甲站在那里 看着诡异无比 这些披甲的蟒蛇 似乎是守卫 正在守护着他们身后的东西 我们扬起头来 只见前方一个巨大的宝座 宝座之上 盘踞着一条 张着血盆大口的巨蟒 临找飞扬 气势滔天 这宝座连带着巨蟒 只显得异常渺小 在这巨蟒的下方 跪着的一大片人影 足有上百人之多 这些人屈膝跪拜 弯着腰 头颅却是被砍去 这上百人 皆是无头兵尸 第427章 炼魂 这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难道是撞见蛇祖宗了 只听到刘老边 甘哑着声音 喃喃道 这长白山 隆东腊月的闹蛇灾 偏偏这山腹之内 又藏了这么一个诡异的蛇宫 要说两者毫无关系 只怕是怎么也说不过去 我正寻思间 呼得心中一跳 面上却是不动声色 微微眯眼 凝聚心神 四周的一切似乎 都变得模糊 就在这若隐若现之间 我发觉 似乎有一道目光 正在暗中窥探着这里的一切 我一开始以为 这道目光是来自于 那尊庞大无比的蟒蛇像 但很快就发觉不对 这道目光虚无缥缈 并非来自于任何一个方向 却又像存在于任何一个方位 我暗暗警惕 蹲下来去看那些无头兵师 只不过 我的注意力 却是根本不在这上面 而是将心念悄然散发了出去 那道目光 不仅仅是在窥探 而且还像一根根肉眼 不可见的细丝 在无声无息地刺入人的魂魄 这如芒在背的感觉 甚至让我一度有种 回到了坟头领娘娘庙的错觉 我们灵门一脉 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 与妖魔鬼怪在打交道 所以对于每一个灵门传人来说 练魂就是基础 因为魂魄不够强大 心智就容易受到精怪邪罪的蛊惑 心智脆弱之人 哪怕你把其他方面修到再强 也很容易被要挟给玩弄于鼓掌之间 其实历代以来 各家的传承 大部分也都重心性这方面 就比如相师神算一脉 也是很重魂魄方面的修养 因为相师算天 算地 算人 如履薄冰 对心神的影响极大 稍益不慎就会被反噬 而灵门在这方面有甚 因为相师一旦魂魄不稳固 最多也就是伤了自己 或者更严重的 就是让自己疯疯癫癫 但灵门传人要是魂魄不稳 心智不肩 反被妖魔鬼怪给蛊惑了 那乐子可就大了 因此 灵门秘传中 关于恋魂方面的秘书极多 而且 入门就是从恋魂开始的 我在坟头领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要经受 哑婆婆的如芒在背 一旦魂魄失守 那就得挨罚了 这一道窥探的目光 再次让我体验到了 在娘娘庙恋魂时 才有的那种压迫感 虽说暂时没法侵入我的魂魄 却也足以说明了 对方的恐怖之处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您说这些兵师是干什么的 我琢磨着 怎么有点像祭祀 刘老边凑过来低声道 就是 就是祭祀的牲口 你说呢 有点像 我点了点头 顺势打亮了他一眼 刘老边自然也在 那道目光的笼罩之下 此时怕已经是 被无声无息的影响了 那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刘老边小心翼翼地询问 我正要说话 忽然感觉那道目光一盛 直直地朝我看了过来 锁定在我身上 这倒是没什么意外的 对方无法侵入我的魂魄 迟早都会发现 我索性 也就不遮遮掩掩了 顺着感应 回头向上空看了一眼 双方隔空对视 您 您在看什么 刘老边也急忙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瞪大了眼睛盯着看了好一阵子 有些疑惑不解地问 没什么 刚刚看到一只狗 我收回目光 淡淡地回了一句 狗 刘老边诧异地又抬头去看 我微微皱眉 说道 还有心情找狗 先保命吧 什么 刘老边吃了一惊 一句话还没说完 呼得四周阴气大盛 只见一道黑色的波浪翻翻滚滚 朝着这边汹涌而来 发出稀溜稀溜的怪异声响 乍一看去 这是密密麻麻的蛇群聚集在一起 但仔细一看 就发现这些 只是看起来像蛇的淡淡黑影 如同黑烟一般 朝这边涌了过来 去 刘老边大喝一声 他的白发狮 立即纵身扑出 迎上了那密密麻麻的蛇影 然而下一刻 那些蛇影就毫无阻碍地 钻入了白发尸体内 转瞬之间 白发尸身上 就缠满了黑色的蛇影 是蛇灵 刘老边大叫一声 所谓的蛇灵 就类似于阴魂 没有实体 可一旦遇上活物 就会缠绕上去 吸食起精气 一般来说 在机缘巧合之下 自然生成的蛇灵少之又少 绝大多数都是被人练出来的 想要练至如此巨量的蛇灵 不仅需要庞大的 令人折舌的蛇群 还得耗费难以想象的 巨大精力 护身 眼看自己的宝石 被蛇灵缠身 刘老边立即狂奔了过去 拍了一道 俘虏在宝石身上 震邪幅 白发尸浑身一震 将缠绕在他身上的 蛇灵正开 蛇灵没有实体 白发尸哪怕力道再大 打不中 蛇灵也是白费劲 不过在震邪幅的 加持之下 白发尸举手投足之间 却能将碰到的 蛇灵给灭杀掉 再加上刘老边从旁配合 一人一尸杀入蛇群 倒是如入无人之境 勇猛得很 只是这蛇灵实在太多 密密麻麻 刚拍灭几条 就能涌上来数倍 甚至十数倍之多 这就是练尸术士 有点尴尬的地方 全身本领 大多是在练尸养尸上面 诚然练出的宝石也很强 但遇到这种情况 就比较容易抓瞎 我带着宝子 他们走上前去 一边走一边 以左手掐掘起咒 并指向前斩下 哗啦一声 黑压压的蛇灵 被法咒驱散 潮水般向着两侧分开 刘老边和他的白发尸 停在原地愣了一下 赶紧地跟了上来 随着我们一路前行 蛇灵如同海浪般滚滚而来 又如同浪潮般 被法咒驱散 向着两侧翻滚而去 忽然间 黑影闪动 一条远比其他巨大的多的蛇灵 从前方滚了过来 而在那条蛇灵的后方 则追着一道白色的身影 只听痴的一声响 那道白色身影 如闪电般 从那条蛇灵身上贯穿而过 手掌上隐隐闪烁着一道符文 那是 江大师 刘老边惊喜地叫道 急忙挥手 江大师 这边 江映霞目光一转 落到了我身上 随即目光一寒 就奔着我们极力而来 神情冰冷 杀气破人 不是 怎么好像不太对啊 刘老边顿时慌了